好 继续再看到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 10月5号捐赠了花莲县消防局特搜器材装备一批 并且在花莲县政府的大礼堂来举行 那么县长徐正伟感谢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的爱心 让救援搜救的时候能够更有效率来保障 县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为了提供搜救人员新设备的器材 让救援能够更加的顺利 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 5号上午在花莲县政府大礼堂举行捐赠仪式 现在许正伟也感谢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 长年捐赠许多重要的救助器材 让消防人员能够有新的器材 能够发挥救助的工作 我想有坚实的训练 更要有充费充实的设备 才能让我们如虎添翼 从107年 我要谢谢当时我们成立的第一支特收队 那时候成立之后的不到一个月 就遇到0206 而这107年成立这支特收队 我们送到的瑞士 还有荷兰去做长隧道的训练 也添构了很多的机具 所以让我们的 无论是我们的训练 以及设备都能够得以完成 而在107年 对到107年 0206的时候 在整个大地震里面 我们要感谢第一时间 有各方的民间 或者是各消防局 各县市的消防局的 这个弟兄能全力来协助以外 我想就要谢谢 我们的这个中华基督救助协会 现在许中文也自能感谢 让给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 来表达对花园县的关怀 花园县消防局人员 有了新的器材之后 当灾害人员的时候 就能够有效率的进行救援 记得Join和华社会导